Mafio是吗?黑手党啊,或是不良青少年 那这些呢,会让你去造很多的恶业 接下来,坐如是言,还有一种人 前面一讲是指,你自己有烦恼,又碰到坏友的朋友 接下来,还有一种人,请看幻灯片 看一下,刚才讲,第一个,自己鱼吃 有贪嗔吃,这是指内 第二个,自捧党固,是指外 这是指非佛教徒,接下来,讲遇到佛教徒 讲一些适适而非的话,坐如是言 言什么呢?哎呀,你不用那么辛苦啊 你何故常,何用常行菩萨,难行之行呢? 菩萨道其实不用那么辛苦的 我告诉你,我有个秘密的方法 不告诉别人,因为我跟你特别有缘,我就教你 来来来来,你做我徒弟 这种人现在很多,叫思想控制 要很小心 因为你刚开始相信他 得到他相信他的时候 他就会得到他要的财色明示税 甚至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现在佛门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 你要很谨慎 我昨天跟前天都说,越是末法时代的时候 会有很多大菩萨会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但是魔啊,妖魔鬼怪,乱七八糟 不如法,不如律的佛弟子也会很多 施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讲了 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 希望大家要有智慧去选择 所以佛教也会变成有M型社会 有时候你看到好的非常的好 让你很欢喜 可是有时候看到不好 你会吓一跳 broken your heart 甚至退了你归命三宝的道心 这的确有时候会碰到 这是你的恶业 举个例子 佛陀在世的时候 魔王就现前了 对不对 魔王说 世家如来 我会破坏你的佛法的 他说 不会 我的法 正法是不生不灭的 何况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的修行人 他的戒定会功德都很高 然后善根都很深厚 佛说 我的正法是不生不灭的 结果魔王就 哈哈哈哈 没关系 世家莫尼佛 你现在没关系 等到过了几千年以后 你的佛弟子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我就叫我的摩子摩孙 通通都出家 吃你的饭 穿你的衣 但心不行你的如来道 佛都就掉眼泪了 所以佛为什么要治戒律 佛为什么要治很多僧团的规矩 对不对 听说现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有些佛法很兴盛 有些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真正会发生 那你说师父 难道佛没有办法吗 这是众生的业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自己要有智慧去选择 佛教不像其他基督教天主教一样 他有救赎的思想 就像基督教天主教 上帝来创造你 可是上帝又要你的灵魂 没有 佛教没有 释迦牟尼佛不需要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或你的神事 是要你自己去做主 佛教也没有像那基督教一样 我的灵魂可以跟恶魔交换 可以换很多钱 佛教也没有这样思想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 好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若你在佛门里碰到不好的人 不如理如法的人 不要讲话 因为每个人造的因 他的果绝对有他的果报 那你会说 师父 佛为什么不去度这些魔王呢 问题他就叫魔嘛 叫做魔 就是他没有正知正见 他的心术呢 是有强烈的控制欲跟占有欲 如果你多读一点大乘经论的时候 佛在讲经的时候啊 所有的天龙八卜啊 魔王也坐在那边听啊 他也听经啊 魔王也坐善事啊 但是他的心啊 没有正知正见 还有他无法调伏自己 贪嗔之的烦恼 所以他才叫魔啊 所以有外向的魔 有内在的魔 各位要有智慧去判断 我再教你一个方法 假如你真的不能判断的话 有时候你碰到的人 你觉得他表面上好像好 但是怪怪的 怎么办呢 我教你一个方法 这真的绝对没有副作用 念大悲神咒 念七遍一直二十一遍 每天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没有智慧 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跟假的 不论在家出家或这个道场 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梦中脱梦告诉我吗 它是真或是假 你可以这样发愿 观音菩萨一定会满你的愿 你一直求 一直念 你一个月 两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有时候观音菩萨会让你看到神通显现 看到你为什么跟这个非正法道场过去有恶缘 他会让你看到他跟他的关系 真的 你求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观音菩萨是无我的 对不对 世间的人可以骗得了一切人 可是观世音菩萨不会欺骗你 观音菩萨是平等的大悲心 假如你碰到无法判断的时候 你就念大悲神咒 每天念七遍 念得越多越好 二十一遍 连续念一个月 两个月 一直念一直念 求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相信你 我虽然业力看不到你 可是我是三宝弟子 我相信你 你梦中告诉我 这个是真的跟是假的 假如是假的 那我就赶快离开 假如是真的话呢 我就去忏悔 我就继续再回来学习佛法 这是剩一分 师父也曾经用过 因为这个世界是龙舌混杂 凡胜同居 有些是真善知识 善知识 假善知识 假如你不读佛经的话 你很难判断 还有就算你跟他很有缘 坏事你也无法判断 因为你会被洗脑 所以请看下面经文 这就讲相似法 他说做如是言 你这个人不用无量节都这样常行 菩萨难行能行 男人能忍 为什么呢 其涅槃 乐 乐是指世间的快乐 涅槃跟快乐是平等一样的 有守戒跟没有守戒是平等的 有修跟没修都是空性的 听起来很美 我后面会讲空 甚至告诉他说 你不用行菩萨道 你修僧文成 什么叫声文成呢 就是你只要管自己就好 还有呢 我深深事实你的名师 我指点你就好 你就单独来跟我学 你这样就会整到无上涅槃 这样要很小心 这个是有问题的 你看佛经里面都会有写 为什么说佛经可以降魔呢 因为佛把魔的所有的丑陋一面 都讲得清清楚楚 有智慧 你就可以降魔 写下来 有智慧 你才可以降魔 若你没有智慧 你很容易被人家三言两语就煽动的 尤其是我们现代的人 我们除了住的好吃的好 心里面总是有很多的不快乐 我们人与人之间会碰到很多的复杂关系 你总是想说 我要找一些快速的方法去解决某一些快速的方法 举个例子不要介意 人在苦难的时候我都会碰到 比如说家人突然变植物人 我突然中风了 我突然半生不遂了 你作为儿子女儿你当然很孝顺 你很想帮爸爸妈妈 看到爸爸妈妈或家人躺在床上很痛苦 对不对 你总想帮他 没有错 念地藏经 念大悲神咒 念普贤行愿品 要相信佛跟相信法 业力若不改的话 天底下没有叫做Miracle的 佛教没有Miracle 假如有Miracle的话 那你告诉我好了 先告诉我好了 答案是不会有的 你只有真的慢慢的 有耐心长远心改你的业 当然我刚才又说了 可能你家人的情况你很无法理解 你也一定会有疑惑去请教师父 我请教很多会指点你的人 一样回来念大悲神咒 拜观世音菩萨 让他看到你家人的因缘果报 你就会心安 因为人我们都想要找到一个答案 对不对 好 我再讲一个例子 这个我在地藏法门里面讲过 在地藏菩萨感应录里面有讲过 孟昌老和尚也喜欢讲这个故事 我再讲一遍 听过的人我就听 没有听过就专心听 那有一个中国大陆 有一个老年的夫妇 老年的夫妇 他都超过了五六十岁了 然后他一生也是虔诚佛教徒 家里供西方三圣 还有供地藏王菩萨 他每次出门 要去做生意之前都会拜 烧香 佛菩萨希望你保佑我平安 今天生意好 健康平安回来 他很虔诚 每天都会拜 可是他老夫妇 唯一一生很遗憾的是 他没有小孩 所以他一直觉得说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然后我这辈子就没有孩子 后来他听到人家讲 你念地藏经吧 念地藏王菩萨吧 你虔诚待会 忏悔 你还是会生 他说我这么老了 我太太老棒生猪 这么老怎么会生呢 就他一拜以后了 这就开始生怀孕了 一年以后就生一个 而且还很会生 连续八年生了八个小孩 四个男的四个女的 当然他很开心 这么老 我们以现在科学来讲 高龄产妇是很危险 可是地藏不上还满他的愿 可是他生了这个孩子 他很疼爱 长上明珠 每天这样养 照顾 做牛做马 可是孩子小的时候还不错 没有长大了就开始顶嘴 到青少年的时候就说话 到最后就 八个小孩都叫troublemaker 一个一个都发生很多事情 这个吵架 那个打人 这个杀人 这个偷东西 然后女生还去做色情行业 那时候他真的很苦 地藏菩萨 我求你啊 对不对 生了八个小孩 怎么送这样子的来呢 有一天他老婆就很生气 地藏菩萨 你真的太不慈悲 我跟我老公 一辈子从小就这样子 这个照顾你啊 这样供养你 烧香光香花灯火煮供养你啊 对不对 你怎么都没有保佑我们呢 他那太太太太很生气 晚上就不烧香 拍个桌子就去睡觉了 人当然难免有情绪 可是很有趣 两个人睡觉 同床又同梦 两个人就做梦了 梦到什么 地藏菩萨来啊 地藏菩萨就拿个扇子 哎呀热啊 凉啊凉啊 老公公老太太啊 你是不是对我很抱怨呢 你以前不是没有孩子吗 对不对 说你没有 那你叫我送来呢 那我现在送了八个孩子来 你还骂我呢 他是这样子好不好 你不相信我的话 明天早上这样 在明天快要天亮的时候 因为他家旁边有一条河流 河流天快要亮的时候 太阳没有出来 他说明天早上 你们早一点起来 你们两个夫妻啊 就去河边 然后站在水边 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 我会用神通力 看到你跟这个八个小孩子的关系 那你就知道答案了 结果后来他们两个突然就醒了 半夜十二点 老公你刚刚有没有做梦 有 老婆你有没有做梦 两个做的一样梦 哎呀这时候他们觉得 也半信半疑的 可是老公比较有善根 说老婆你今天在地藏菩萨 怎么一啪又显灵了 他来了 结果呢 好 那他们两个就 老公比较善根 就去点香 说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我相信你 不过我老婆疑惑很多 我们明天早上还是在 天亮四点跟五点的时候 我们就到水边去看吧 结果他又回去打盹 快要天亮的时候呢 老公跟他讲 老婆 老婆 三点半了 走吧 穿衣服 那时候冬天很冷 就走到河边 那边呢 他就看着一条河 暗暗嘛 在太阳还没有出现之前 叫做这个天亮 结果他们两个就念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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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一念地藏菩萨 哇 那河流就像一个 录影带到大一样 他就看到啊 这个他八个小孩 跟他过去的关系 原来呢 这八个呢 都是当地的土匪来投胎的 而且这两个人呢 过去欠过他们八个人的钱 那八个一直追他 追到这辈子 终于追到了 那时候他吓了一跳 吓了一跳 当场他就放真大哭 那他就问 老公老婆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孩子都生了 是你生的 他说不是 是你生的 对不对 两个一起生的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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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要是你们怎么办 八个怎么办 送育幼院吗 还是送到印度尼西亚 还是马来西亚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一切都有因缘果报 但注意听 注意听 不能用这样的解释说 所有的孩子都是来 讨债的 不一定 那我妈妈要没生我 你们有新红法师吗 我是来报恩的 孩子有好有不好 不是一杆打烧一帆船 有些孩子你生下来 就觉得很开心 他带来的喜悦 的确有些孩子 是真的比较辛苦 troublemaker 一生呢 就这里生病 那里头痛 可是他毕竟是有缘 投胎到你孩子 投胎到你家呀 所以你古人讲 一枝草一点鹿 你还是要坚强勇敢的 活下去 把他教育好 起码把他教育到 18岁跟20岁 然后你跟他说 师父说的 You are very independent 你现在可以独立啦 对 现在全世界的法律 就20岁以后 他就应该靠自己的 知道吗 中国的父母也要觉悟 你照顾你的孩子 是你的福报 但是不要把什么东西 都寄望给自己的孩子 因为现在的孩子 想法也变了 当然假如长大以后 你的爸爸妈 你是爸爸妈妈 孩子愿意养你跟照顾你 那是你修来的 要感恩 如果孩子已经独立了 那你也不要太难过 也很好 You are free 还有各位老菩萨 也要小心 现在年轻人都很聪明 都会呢 回来捞 爸爸妈妈的老本的 去赌博的 You have said no 对 你不要给他钱去赌 会害死他的 知道吗 你总是要留一点老本 好好去养活自己 留好一点 存一点钱 还要去朝圣 所以我觉得 孩子长大 照顾他 Just enough 够了就好 但是不要跟他 发生冲突 所以我再讲一遍 孩子有 有善良来投胎的 不是说听了这个故事 所有的孩子 都是冤亲在主的 没有 对不对 像我对我妈妈来讲 我就是来报恩的 好 请看下面的故事 下面的经文 几三 请看 经文 113页 第21行 此等后当 说起果报 菩萨 若不舍菩提心 以种种的妄恨 深深事事救度众生 将来他就会显现成佛的功德 而且 这菩萨的这个功德 也可以让别人 生起欢喜心 这个叫做视线 假如菩萨又深深事事 具足勇猛精进的功德力 行菩萨的六度妄恨 就像火焰一样 烧得非常的赤胜 那这样子 是非常的好的 请看下面经文 欲令精进 增长他快速的功德 所以佛经常常会说 佛成佛有很大的功德 佛有广度众生的神通感应 所以像我刚才讲的 地藏菩萨感应 我是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昨天讲奇隆观音 这些都存在 为什么 是佛要让后代的佛弟子 对正法 对三宝有信心 感应是存在 但不要执着 佛为什么要让你有感应 因为你重如是因 就会得如是果 像我在新加坡 老实说 不是说我的力量 有很多人来见过我 常常都有很多的苦难 尤其是没有工作的人 师父都劝他念谱 贤其愿品 念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 真的就找到很多很多工作了 这是真的 当然其他的经 也有这个功德 问题是你不相信 你不肯很认真地 持续念半年到一年 找工作 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包含你的福报 包含要忏除你的障碍 还要改你的个性 要改你的脾气 还要认真地跟人家请教 认真地学习 这样你才会找到好工作 这也不是我的力量 不是辛红石的力量 是华严经的力量 释迦牟尼佛华严三世 加持你 让你对佛法有信心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有感应你就用功 那没感应呢 就放弃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 求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保佑我保佑我 观音菩萨真的满你的愿了 哇好高兴哦 对不对 对不对 下次求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你在睡觉啊 怎么这么久没听到我的祈祷啊 怎么这么半年来都没有感应啊 你看你就生脾气了 这表示你 佛法很差 观音菩萨很忙的 没有 其实观世音菩萨 也会满你的愿 假如你不改你的习性的话 观音菩萨不会满你的愿 知道吗 所以看经文 佛讲 佛的功德力跟神通事 是为了让众生产生信心 虔诚心 法喜充满 这样子你遇到了困难 你才不会舍弃菩提心 你才不会放弃你的菩萨界 其实度众生是真的很辛苦 老师跟你讲 你说师父会不会难过呢 有时候我也会 有时候我碰到困难 我会觉得 我也会拜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救救我啊 给我一个信心鼓励吧 对不对 我也要鼓励啊 你都鼓励别人 怎么不鼓励心虹法师呢 那我就哭了 对不对 观音菩萨 我也是凡夫啊 你给我一下鼓励吧 给我信心吧 也给我力量吧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齐情啊 讲究你对过去现在未来 有疑惑 你也可以啊 对啊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我家人呢 发生什么事情 有时候我就先做梦梦到啊 乃至于我学生呢 碰到有困难的时候 家里有灾难的时候 我先做梦梦到 梦是虚妄的 但是真的 举一个例子 我们商业经社有一个干部 他生了一个儿子 孙子 第二胎呢 生女孩 还没有生之前 很奇怪 我带他们去圣地朝圣 朝圣回来以后 我也不知道他们怀孕 就你知道 我就做梦了 他的孙女就先到我的佛堂来 看到师父 师父 师父 他来顶礼我了 我看到小朋友都很喜欢嘛 因为师父也很有赤子之心 我还梦中给他巧克力 我说你好你好 来拜佛 来拜佛 还拜完顶礼好了 他说师父 师父 我将来会做你徒弟了 然后他就不见了 不见了 一跑的时候 我在梦中就看到呢 他跑到我一个居士家 然后我看到以后 我觉得好奇怪啊 我第二天就跟他说 看到那个我的学生 我说师兄啊 怎么样 你的儿子上次生了一个孩子 现在有好消息了吗 他说师父 你怎么会这么问 我说我猜了 我当然不要讲太白 你可能会有多孙了一个孙女儿 真的他一个礼拜以后去检查 师父他怀孕了 真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后来呢 因为怀孕的时候 还不知道男人女生 后来呢 等到呢 超过五个月六个月 才测出来 真的就是女生 他说被你讲中了 我说没有 然后呢 我也没有说这个故事 一直到他生到娃娃以后呢 他女生来见到我 他师父呢 看到我的时候 他长大以后 他看到我呢 就说 鼎礼 就跟我梦中看的是一样的 所以 我讲这个不是说师父修得很好 我只是告诉你 你真正用功修行的话 有些事情你会慢慢了解 那是在心清静静里面反射出来的 对不对 后来这个孙女看到我很高兴 她现在还在小 将来我也相信她会成为我的弟子 也会慢慢学习佛法 也会慢慢上儿童佛学班 将来呢 成家立业 在家出家 我都很祝福她 所以听好感应是有 但是不要去强求 你也不要执着 也不要炫耀 因为感应是让你对佛法 有坚定的信愿行的道心 请看 这一段 不舍菩萨万恨 好 我今天要放一组 照片 在座有一半年有看过 我这几年来新加坡奖金 我非常喜欢用这套的 什么叫做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看起来很超像 常常你以为听到师父讲 哎呀 要发心啊 要发心啊 发什么心呢 发菩提心 菩提心像什么 去日东升的太阳 看一下这幻灯片 这是在台湾的阿里山神木 阿里山 大家有些人去过 台湾呢 阿里山是非常美的 东南亚的玉山跟阿里山 然后呢 在夏天的时候 很多家人都会带自己的家人 去看日出 好 你看 一大清早 很兴奋的就开车子 这天亮还四五点的时候 天还没有亮 好 就看到阿里山的神木 接下来再看 太阳快要升出来 那一刹那之间 那小朋友就非常兴奋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很高兴 大家拿着相机 插插插插准备看 对不对 你看 太阳要升起的那一刹那 蓄日东升的太阳 再看 太阳升起 出现 离开地平线 那一刹那之间呢 像闪耀的 这个星星一样 非常非常的亮 对不对 接下来你再看 太阳 更亮更亮更亮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平常都很忙 工作都很忙 你很少感受到 太阳会这么美 可是若你去看日出的话 你会觉得太阳 可以带来了温暖 太阳带来了喜悦 太阳带来了光明 接下来看 这张非常漂亮 很像普贤云海 对不对 像峨眉山 有没有 普贤菩萨的云海 你看 蓄日东升的太阳 对不对 好 太阳呢 一直升起以后 到正中午 天就会非常的热 好 一直到太阳开始要下山了 请问 你多久没有去看夕阳了 对不对 你多久没有跟你家人去看夕阳 很多老公跟老婆不是讲 看夕阳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多久没有看夕阳去看一下夕阳 对不对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太忙了 每天就工作 睡觉 看电视 工作 睡觉 看电视 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生命的喜悦 你看你多久没有家人去看夕阳了 对不对 好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好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呢 对不对 太阳的光反射的时候 还是很美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再来看 那太阳要下着那一刹那之间呢 对不对 好 像呢 火红的太阳一样 对不对 很美很美的 对不对 接下来 就算太阳已经掉下去了 你看 它反射的光芒 还会让水鸟 你看 水鸟 的栖息在那里 对不对 这旁边有鸟 你看 海边的这个木头 水鸟还是感受到太阳的光芒 好 我为什么要放这个给你看 菩提心的功德 就像 旭日东升的太阳 假如 不论在家出家 我们发了菩提心 我今天开始学佛法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依华严经 初发新功德品说 你的头啊 会放光 骗照三千大间世界 现在台语讲 金光 闯闯闯 是真的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你发完愿以后呢 你没有禅定力 转个头出了佛堂 看到别人 你又身贪嗔痴了 所以你菩提心的光芒 就消失了 发菩提心的功德 就像这张照片 旭日东升的太阳 所以每一个佛弟子 在家出家 都没有世俗的利益 都不是自私自利的 真正的为了互持正法 为了利益众生 而发广大的菩提心 就像太阳 所以一代的高僧 昨天讲广经老和尚 为什么一代的高僧 出世的时候 他可以感动很多很多的人 就像太阳一样 知道吗 虽然看不到 但是他慈悲的能量 智慧的光芒 会去感动改变很多人 更重要的是 各位各位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呢 我们常常被了很多烦恼 盖住你的心 所以为什么要你来修行 为什么要你来听文佛法 对不对 你看电视的时候 或唱卡拉OK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想到一切的众生 对不对 日本大地震的一看 啊 哗啦哗啦 那一刹那你也很感动 对不对 关完电视完以后 第二天呢 算了不要想吧 还是想老公跟老婆吧 你看 你的心一样都变这么小 其实我们人也有佛性 但是我们很容易被感动 但是感动也很容易被消失 所以你要有禅定力 禅定力就像呢 这个太阳能一样 提供你很多很多的电能量 而让你能够一直呢 保持下去 所以菩提心的功德 真的很大很大 所以吉天菩萨说 三世一切诸佛的教法 我最赞叹是什么 发菩提心的功德 可是发菩提心 你必须要听菩提心的经论 就像你听 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老实讲 这次在座 也有很多很多都是初学的 老实讲 你应该从第一次开始听 因为佛法 它是越讲越深的 师父讲过六度 我就不会再讲 对不对 可是我尽量把它浅化 让你能够消化 所以希望你也珍惜 在门口 有part 2 跟part 3 你的DVD 多请几套吧 每一套回去给我听十遍 不然师父就一直重复 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是很不公平的 不过呢 重复 若你重复听 其实也会得到它的利益 所以菩提心的功德很大 同样的 以此 假如你发了真正的菩提心 去受菩萨界 这个菩萨界 就会生生世世跟着你 师父有出家菩萨界 所以我相信我来生生生世世 都还会遇到佛法 可是三规五界 当你一断气的时候就没有 所以你应当发愿去受菩萨界 可以在新加坡受 也可以在马来西亚受 当然也 Welcome to Taiwan 也可以到台湾受 好 谢谢 请看下面的经文 几四误毁谤佛所说经 这个是现代人很多人常犯的 请看经文 一百五十二颂 未解圣生经 悟言非佛说 若作如是言 受罪苦的恶报 请看一百一十四页 第二行 圣生经者 是指佛所说的经典 凡与空无相无愿 这个门相应了 佛讲圣生的经典 是为了断除众生 无量无边的断见跟常见 断见就是人死如灯灭 什么都没有 常见呢 就人死了永远当人 狗死了当狗 猫死了当猫 这个叫常见 所以印度教里面 有很多是常见 婆罗门来生就当婆罗门 对 守陀罗就当守陀罗 佛陀说no 佛因为本身有神通 所以他可以显现看 你今生会当婆罗门 是因为你过去 做了很多好事 可是你今生 如果不继续修行 你没有存好心 伤害别人 你打你的奴隶 伤害众生 你死的时候呢 会到地狱恶鬼畜生去 所以佛不认为的 永远永恒不变的 好 接下来 所以叫断见 常见的边界 两边的见解 错误的见解 还有灭除我跟人 众生受者等自信 这个就在《金刚经》讲 人相 我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简单的讲 人是自己 我相是自己 人是指别人 人 自己跟别人嘛 受者相 是指 时间 众生相 是指空间 我只能简单这样讲 不然一讲了 就要讲很久 简单讲 你灭除 人我的对立 跟时间 跟空间的束缚 这样你的自信 就会显现 所以佛显如来 广大的神通 他是稀有功德的 那佛要度的众生 也不是只有人 我说过 佛所讲的 金跟律 是非常深奥的 我们凡夫 若自己没有证悟 千万不要 以鱼吃心 随便讲 大臣非佛说 何以故呢 佛所说的经论 是要度一切众生的 有些经论很深 有些是为人间而讲的 有些是为 幽民届众生而讲 假如你动不动 用自己的我慢 来毁谤佛陀 所说的经典的话 那将来苦果 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 会堕地狱 接下来再看经文 153诵 无间等诸罪 悉以为一搏 笔钱两种罪 分数不能及 下面有解释 请看经文 世尊114页第6行 在不退转经说过 五无间罪 跟所有的重罪 是很可怕的 请看幻灯片 师父把它打下来 我写ABC 有三种不好的 第一个 假如有人斩断了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众生的头 的生命 请问你想 他的果报在哪里 那很可怕 杀生 杀很多 斩断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众生都杀了 那这个一定是入 阿比地狱的 而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无量节都在这边 是不是 那是很不好的 第二 若有像 恒河沙 恒且和沙 等这么多的 诸佛世尊 灭度以后 所有的肢体 你把它烧 或是坏 所以这里的肢体 是指 佛像 就是说 假如 过去现在 未来像 恒河沙树的佛像 你统统把它破坏 记不记得 克什米尔 前年多几年 有回教 炸掉了佛教的 大佛像 对不对 当然也很多人 有不同的说法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当然是世界文化遗产 可是炸掉了以后呢 阿富汗就开始战争了 对不对 其实它是有因果的 可是教育 现在又把 恒河沙树的佛像 通通啊 不管是佛像 或是寺庙 通通破坏跟烧坏 那你这个果报 大不大 当然罪业很大 第三个 请看 若有人障碍 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讲的 正法眼障 告诉他 不要相信 佛所说的法 而且所有的罪报 那你想 这些罪过 假如前面 一二三都加起来的话 哎呀 这个人呢 真的是很难救的 对不对 可是答案 我告诉你 这样的人 假如他要忏悔 他还有救 可是有一种人 很难救 就是毁谤 佛经 非佛说 这个在我刚刚 学佛的时候 我也很压抑 尤其我到 泰国斯里兰卡以后 我甚至听过 南传的法师跟我讲 中国佛教是假的 大制度论是假的 阿弥陀佛世界 是后面人创造的 甚至在佛学院 这样讲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这就是以小惩罚 毁谤大惩罚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 假如泰国或斯里兰卡 都说我们这些 大乘非佛说 那你看看 中国大陆 日本 韩国 香港 台湾 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东南亚 所有的佛教 在行六度万恒 波罗蜜 那都是假的吗 像现在赈灾 慈激功德会救 全世界的人 这些都是假的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所以南传的人 也会批评北传的人 这样其实严格说 虽然他修得很好 但他叫棒法 这个不好 各位要谨慎 佛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现在师父自己 也读阿含经 我们现在很多 讲原始佛教 也讲人间佛教 但不要忘了 佛啊 在人间的时候 所看的不一样 举光说 现在佛陀在恒河 这样走路 南传佛教的人 就看到佛 就是一个古印度的人 头上就放一点光而已 就这样走 然后弟子呢 就在后面脱波 就是这样 佛陀讲经的时候 南传佛教 南传的弟子 就是看到佛 就是这样 对呀 圣弟子就是看到这样 他走路的时候 就像一个古印度人 可是菩萨 看的就不一样 第四天 大凡天王 文殊普贤 看到佛菩萨就不一样 你看 北传佛教 佛就宣说无量的教法 你去过云冈石窟 你看 释迦牟尼佛这么大 这么庄严 广大无边 有僧文城 对不对 你看 这边还有一个圣弟子 骑着呢 这因为石雕 有些是裂掉 对不对 他牵着普贤菩萨的大象 文书跟普贤菩萨 看到释迦牟尼佛 他不是一个人走在地路上 他是坐着大宝莲花 所有的地识天都放鲜花 然后佛往前走 可是人间的人看不到 也就是说 众生的眼睛啊 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众生的夜显现不同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 对不对 所以新加坡的人 有很多人很喜欢 动不动就毁霸 这个佛经是假的 那个佛经是假的 我觉得你不要乱乱讲 讲一句就万岁万岁万万岁 真的 很可怕 我不是吓你 你看 华言海会 在华言会上 文书跟普贤 你看十大弟子啊 虽然是阿罗汉 还是听讲华言经啊 还是听法华经啊 大乘佛法不会是假的 只是不太适合你啊 所以南川佛教的人就这样 好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知道新加坡某些邻友呢 对金刚乘佛教也不太喜欢 我知道 比如说你看 这是中台山的家设尊者 对不对 假设尊者在法华经就要亲自讲 佛讲妙法文化经啊 他听了就不高兴 他就坐在那边 哭着 佛讲什么啊 他就不高兴 你有没有看到 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比丘比丘尼 幽婆舍 幽婆仪 有五千人啊 哗啦哗啦哗啦哗到脱离了 我第一次读的时候 我真的流眼泪了 师父为什么流眼泪 佛再是为他讲经啊 他都还不相信啊 那何况我们现在的人呢 怀疑的就更多啊 毁谤的也很多啊 可是要小心 我们要学佛本来就是要想前佛嘛 累积福德资粮 但是因为你遇到不好的老师 或听连有乱乱讲 你就很容易毁谤佛法 你看阿难尊者 一生听佛讲很多很多的经 对不对 最后每一个经文 都是他背下来的 那假设是假的 他怎么会背得出来呢 所以不要乱批评佛经 了解吗 当然也不要像外道一样 注意听啊 我也看过外道 很聪明啊 不要讲什么 就讲他印经什么呢 前面印金刚经 后面印普门品 中间定了 ギリグルギリグル 他的经 很聪明啊 知道吗 让你印一本啊 你丢也不敢丢 烧也不敢烧 我看过 对不对 前面印金刚经 后面印普门品 后面呢 中间就印他的宗教的经 ギリグルギリグル的经 你拿了哦 哇糟糕 这是金刚兵 怎么办 师父教你 寄回去给他 我不需要 你也不要烧 因为你烧的话 你就烧了金刚经 跟补门品嘛 他就是故意要 让你中呢 造地狱的因 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的 你也不用去骂 你就寄回去给他 你也不要随便乱人丢 因为我外面丢 其他不懂他还是读了 你就寄回去给他说 谢谢 Thank you I don't need it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 我告诉你 大家都不读的时候 他下次就不会印了 了解吗 这要有智慧 所以 毁谤佛经啊 罪过是很深很深的 请看114页 第九行 若对于你未了解 甚深的经典 而起执着 言说 这个不是讲的 而且告诉人家 不要修 即 菩萨 已经发了菩提心 结果因为你这样乱乱讲 他就退了菩提心 那你有很大的过失 此两种罪 刚才讲 ABC加起来的罪啊 就很重了 可是这样的罪 我告诉你 你忏悔还有救 后面的罪是什么 毁谤佛经 那这两个比呢 哪一个罪 重呢 答案是后面 甚至你谤佛经的话 贤结千佛出世的时候 你都见不到佛 甚至贤结千佛 讲经的时候 你会被笼子 听不到佛的声音 也就是说 业力盖住了自己 那真的很苦很苦的 请看下面的经文 此两种罪 比前五无间罪等 罪据比之 来比较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皆百千万分不及一 用数分 科罗分 算分 辟育分 幽伯 尼沙 陀分 都不能比一 这是印度的数学 百千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 就是这样算的 也就是 亿万分之一 你都比不上 也就是说 后面的果报 是很重的 如是罪故 所以龙树菩萨提醒 圣地子 圣地子 不要随意 毁谤 为了保护自己的善根 跟自身的功德 不要造作这两种罪 前面ABC加起来这个罪 你不要造 后面毁谤佛经 也不要造 好 现在就有个问题来了 注意听 先看幻灯片 所以毁谤的话 回到地狱去 看 受苦无有从尽 行结千佛 你都没办法出来 就像地狱里 那你说 这个地狱是否惩罚我吗 不是 而是你自己造了恶业 变成这样 接下来你看 你生生世世都受 刀山剑树这样 非常非常的苦 同样的 进一步也说 菊芳说 先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现在菜市场 有卖很多青菜 有小白菜 有高丽菜 对不对 有蜗具 有很铜蒿 也有豆芽 有很多很多菜 对不对 你比较喜欢吃小白菜 很好 那你就吃 但是你不需要叫全世界人 不可以卖高丽菜 不可以卖豆芽菜 不需要嘛 每个菜都有维他命C 也都有叶绿素 你吃你自己的菜 也赞叹水洗别人的菜 这个是师傅要讲的意思 了解吗 不然有些连友听到这一段 我觉得很恐怖 我本来要学佛 师傅今天最后一天讲 讲到堕地狱去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造这样的恶业 尤其现在来讲 小臣会帮大秤 接下来 大秤会帮金刚秤 一样也会堕地狱 但是这里我不要讲太多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没有强迫你要学金刚秤 但是西藏伟大的老师 有非常的多 乱七八糟的也很多 所以你要选择 我最后讲个例子给你听 你说我们看西藏佛教很奇怪 人家看我们新加坡 司马观音庙也是很奇怪的 我们佛教道教一贯道 什么都拜 如是道三家 什么都拜 你看我们看人家很奇怪 人家看我们更奇怪 他们也不觉得我们是真正的佛法 对不对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假如你真正归命了三宝 这是正性的佛教徒 你走到这个庙里面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佛教的呢 还是佛教跟道教结合的呢 还是佛教跟民间宗教结合的四庙 你可以分得出来呢 各位可不可分 可以嘛 中间供佛 菩萨 韦陀 切兰 那是正性的佛弟子 当然我们也要礼尽 所谓的山神 地神 水神 或是说土地公 土地婆 来自于城皇爷 所以有些寺庙早期是 儒教 道教跟佛教结合的 所以他旁边就会原来供在旁边 可是他们的修行 是真正按道佛的 正知正经去修的 同样的你看西藏佛教 对不对 又是灌顶 又是佛供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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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在弄什么 对不对 然后哄哄哄 哄哄哄 不知道在哄什么 那他们是不是知道 他们自己是不是正性的佛制药图呢 他们也能够分辨 因为西藏本身也有 本波民间宗教 西藏还有分红白黄花 所以藏传佛教 我跟你说 他本身真正是佛的正法 也不要回报 但是因为人为的因素 把他挂羊头 卖狗肉 来骗财圣名十岁的 那当然将来都会堕地狱 所以你也不要讲话 所以之后师父想鼓励各位 你都可以骗得了一切的人 但你骗不了自己造的因果报应 这是很重要的 请看下面 甲九 勤修三种解脱门 第八种资粮分为五 请看幻灯片 己一三解脱门为根基 己二心绪不断为支柱 己三善巧方便为应变 己四转化烦恼为菩提种 先看幻灯片 己五二称不生菩提怨心 最近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的进度并没有讲完 我想这个进度是讲 空无相无怨三解脱门 是很深的 我想留到下次讲 不过在讲空性之前 我有些话想要跟大家说 先让我讲个段落 我有看时间 请慈悲地给师父一点时间 第一个请看 这张幻灯片 一个人他修六度波罗蜜 或修你南传佛教 我大乘佛法 你要修禅定 可是你若不调伏自己的心的话 你永远去怪外在的环境 你看这里就描述到 一个清净的比丘 他真正用功的话 他会面临很多的考验 你看花的考验 打坐好辛苦 我感觉躺下来不是比较舒服吗 对不对 想啊我想吃一点东西 舒服一下 修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你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妄念 那我们的妄念像什么 像第一个 万马奔腾的瀑布 所以你说修行 修什么 修控制你的心 这个心要在你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 来控制 这是很难的 它有次序一步一步来 所以你如果刚开始修师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像瀑布一般 你会像万马奔腾的瀑布 而且修行要有长远心跟耐性 很多灵友都会问我 师父我们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怎么办 师父我就劝他念普仙俱医 有啊师父念了 我说你说笑话 你以为念一遍就改变了 修行不是你想象 表示你佛法要努力学习 你要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都每天很认真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轮回不是只有一事啊 修行是真的很辛苦 可是你要假如用功的话 你看 你慢慢的心就会调伏 变成河流平原上的河流 看我的手 没有修行能是这样 心一起一伏 落差很大 看这里 很高兴的时候很高兴 不高兴的时候很不高兴 发脾气的时候发脾气 不顺眼的时候不顺眼 你看落差很大 什么叫有修行 不是他没有念头 而是他落差比较小 看这里 他可能一下不高兴 OK我知道了 又回来了 待会又有念头 又回来了 对不对 起了一个念头 又回来了 也就是说 他还是有妄念的 像大海的海浪 没有修行能是什么 狂风暴雨的海浪 有修行能还是有海浪 一点点 但是一有海浪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有妄念了 我要专注自己的正念正知 这个才叫做修行的功夫 所谓有修行不是说 他没有念头坐在那里 那没有念头坐在那里 就成佛的话 墙壁不就早就存在 墙壁不就存佛了嘛 石头应该生生世世都是佛 可是他没有意识 接下来再看 你真正修行到的时候 到最后真正宁静的时候 不论在家出家 你功夫很深的时候 就像宁静无波的大海 你看一切的东西都像梦一样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总之你在新加坡做MRT的时候 你都觉得呢 全部都不是真的 但恭喜你 你修行进步了 你要读经论 你要老实去教 所以我觉得空性的教法 你要按照次第学 老实讲 我打换灯片 你要超可以 学习佛大的教法 要按照佛讲的道次第 英文讲 step by step 老实讲 空性不是对初学人讲 有很多道场也曾经请我红法师 新红法师请你我来讲经好吗 讲心经吗 我大概都不会答应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还没有资格学心经 你连什么叫出离心 你都搞不清楚 你连什么叫做菩提心 什么叫做大悲心 大愿力 你都没学 就开始跟我讲空 老实讲 那叫做口头的空啊 尤其是华人 我得讲真话 我没有说空性不好 空性是佛讲的正法 我前几天也讲 日节相悖 我自己也修禅修 我自己也修空性 可是你不要忘了 师父不敢说修得很好 我修了二十五年 你呢 加油吧 谦卑一点 一看伟大的宗科巴大师 文出世利菩萨讲 要有出离心 你要知道轮回很苦 你要从轮回当中去处理 你没有出离心的话 你还是会计较财色明十岁 五欲六成的 知道吗 你没有真正的出离心 你发的菩提心啊 不太久 而且菩提心呢 有深也有浅 有清净跟不清净 你了解了菩提心以后 你还要去学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普贤菩萨的大愿力 文殊菩萨的大智慧 当你慈悲跟智慧跟怨恨 三个都有啊 你才有资格学空会 假如你很不服气 你会说 有啊 师父我读金刚经啊 新加坡有看到有些脸 师父什么叫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很了不起来考我 我读金刚经 起码读你多吧 谦卑一点 你不要以为觉得 好像金刚经只讲一个 叫因无所住生其心 你就以为你懂了 全部的佛法 假如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是全部的佛法 释迦摩尼佛就不用讲其他的啦 了解吗 所以在讲空性教法之前 你要问你自己 你的基础打好了吗 你对三规五戒 对佛法生三宝了解了吗 你有修五戒十善吗 你有没有修出离心 你了解什么叫菩提心 什么叫六度波罗蜜 所以这一次啊 真的啊 今天是最后一天 讲座 我要求各位 没有听part 2 跟part 3 待会出具人 全部拿DVD 验拿一套 在下次我弘法之前 你给我听三遍 不然我会考你的 师父很多都前面讲过 你谦卑一点 耐心一点 大会录了全程的DVD 花了很多钱 就是让你能够复习嘛 对不对 不要一开始就很骄傲的 去办公室拍桌子 拍了桌子 不但没有智慧 而且你会造了很多恶业 同样的佛法 你要一步一步来 好 待会我会给你建议 怎么知道要学空 还有进一步请听 观无量寿佛经 讲静夜三福 问你孝顺父母了吗 你对别人有慈悲心吗 所以我常常讲 人道有亏啊 佛道难成啊 这是佛陀讲的 你人都做不好了 怎么可能成佛呢 你嘴巴讲空空空 对不对 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 就不空了 对不对 种马票的时候 就不空的 那你不要骗自己嘛 你何必学这样的佛法呢 这样的话 会让自己一生空过的 好 那在下一次来之前 我先接待解释 为什么要讲空性 给我五分钟 我有看时间 第一 明了真相 内心与外境的相互影响 第二 你要学控制你的内心 控制你内心的烦恼 恶念 你才能够主宰你的生命与命运 待会我会举一个例子 讲这五个给你听 第三个 你开始要转化你的心念 常常以各种外境 来调伏我的心 比如人家骂我了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师兄我做不好 那你要修忍辱 你做错了就要改吗 对不对 但是也不可以得理不饶人 我告诉你哦 新红法师要修忍辱 来我每天都骂你 那你干嘛不骂你自己呢 对不对 我们是说 借着我们很多逆境 来调伏你的心 接下来慢慢慢慢慢慢呢 你说真正用功了 对不对 你的菩提资量进步了 慢慢慢慢慢慢到第四点 你的心就不受外境的干扰 你展开自心无量无边的效果 那时候你才有资格修空性 再简单的讲更白了一点 假如你可以看一切的东西就像做梦一般 不是真的 那你就可以开始修空性了 可是现在华人哦 大家都喜欢讲空 讲的都是嘴巴的空而已 不是不好 师父没有毁谤 因为也没有批评 因为空性的教法 是史迦摩尼佛所说的 比如喜欢讲心经 讲金刚经 讲大智度论 讲六波大波尔经 很好 可是他不是对初学讲的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前面控制自己的念头 转化你的念头 烦恼来的时候 对不对 你都空不了的 相信我 因为我自己修过 接下来空为什么很殊胜呢 看第五 对根本的修持呢 因为实修 缘起性空的教法 是至根 举个例子 假如现在有一盆植物 现在呢 你在家里栽盆植物 突然呢 好朋友要来了 哦糟糕糟糕 准备欢迎他 结果看这盆植物呢 右边要长个一个黄色的叶子 你说糟糕 朋友要来了 怎么办 老婆老婆快点 拿个剪刀 咔嚓 把它剪掉了 对不对 欢迎来坐来坐来坐 过了一个礼拜 有一个师父来 来你家 对不对 打扫打扫 奇怪 这个植物 左边又长了一个黄色的叶子 你师父来了 快来了 那你最快的方法 老婆再拿剪刀来 咔嚓 又剪掉 对不对 其实这个叫治标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你真正要怎么解决呢 找个weekend 把泥土挖出来 看看哪个地方 有没有腐烂 有没有长细菌 去请教人家 种植物的专家 为什么我的植物 会发变成黄色的叶子 为什么 是不是有细菌 把不好的地方 给切掉 重新买泥土 买养分 把它种下来 你家的那个盆景 就很漂亮了 所以连根 把它剪掉 这个就是 般若波罗蜜的功德 所以我们那天 念心经说什么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可是问题 大家都念心经 都讲空 从哪里修呢 有很多方法 我给你建议 从心无挂碍 从开始下手 你心里有太多的挂碍了 七上八下的 对不对 分财产的时候 财产也不容易空 谢谢